首先先把毛撕一下 把花拌一片一片戳出来 先戳出花 花芯 这样先出一个片 等一下卷起来 刚开始可以先用大针戳 大针粘化比较快 这样一个小片很快就戳好了 小针戳出来的针孔会比较小 这样把上面 这里用小针戳一下 然后把这里卷起来 在我们柜花的中间的花心 然后卷起来以后 把边上戳一下 使它不会散开 下面这里可以不用 戳实这样 戳一下不会散开就可以了 然后接下来戳花拌 这样把毛撕一下 然后拉成片 用大针来戳 戳成一个花瓣的形状 戳成一个花瓣的形状 用大针大致的戳成型以后 接下来用小针 再全部戳一下 主要是花瓣的边上这里 多戳一会儿 使它不那么毛躁 然后拿出花瓣 然后拿出花心这里过一下试试 好可以 大小差不多 就行 然后再戳出其他的花瓣 再戳出其他的花瓣 好 边缘这里比较薄的话 就这样 加上一些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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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继续揉花瓣 可以一片比一片稍微大一点 就是从里到外 然后戳出六片花瓣 花心这里的尺寸大概是四厘米左右 可以对比一下图纸上面的尺寸 然后第一片花瓣是和这个花心差不多长短 四厘米 然后第二个四点五 然后第三片可以再大一点五厘米 然后最后大的这几片大概有五五厘米长 这样一圈一圈裹下来可以 花瓣在用之前这样把它拉一下 把花瓣的边缘这样折起来 每一片都拉一下 这样把边缘给它卷起来 这样把它折上去 然后戳一下 就这样 在另一层的三分之一处差不多 接上另一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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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花瓣的 这里下面一点都戳一下 大概是花瓣的一厘米 这样一厘米的下面这里 戳一圈都戳一下 然后画的根部这里 把它戳得圆润一点 然后把牛牛放 铝植 先戳两片小叶子 这样折一下 戳的时候只戳小叶子的前面的部分 后面这里留着一些毛不要戳 然后再戳一片小叶子 叶子抽好了以后 拿出牛牛棒 把它这样铝直 可以先看一下这个花饼的长度 把它给折好 大概这么长就可以 折起大概有十厘米 折上来 然后上面头这里留出大概一厘米这样折一下 等一下连接玫瑰用 然后拿出绿色的羊毛 先把它这样撕一下 先把它撕一下 拉长不要揪断 如果揪断的话 就这样再接上去 拿出两根牛牛棒 上面留出一厘米不用馋 然后这样向下馋 把叶子折到五厘米左右的时候 把叶子夹上 差不多 然后这里把小叶子夹上 下面留的毛 这样顺着 放到牛牛棒上 缠住叶子的根部 下下缠个一厘米 然后放入另一片叶子 好 这个地方 把味道帘结束 把摣脚的部分也缠起来 把折起的部分也缠起来 公然缠起来 做个绿色 材料 满至绿色 放入与类尾 更快 一直裹到最下面这里 然后这样拉一下 自然的流出来细细的一条 然后把这细细的一条 再这样全部缠上去 把尾部这里 稍微的戳一下 戳的时候慢一点 会戳到里面的牛牛棒 然后上面这里把玫瑰的头连接上 用一点红色羊毛 把它戳住 覆盖住 戳这一点的时候也慢一点 戳针容易戳到里面的牛牛棒上面 这一块固定好以后 再拿一缕的绿色羊毛 把连接的这一块 尝一下 尝一下 然后还可以再戳上一个 几片小一点的叶子 来戳到玫瑰的根部 这样小小的一片 这样小小的一片 可以多戳几个 戳个三次片 然后几个小叶子 戳好了以后 把它夹在 玫瑰的底部 戳的时候慢一点 会戳到里面的牛牛棒 然后这样下折一下 ok这样就可以了 我会把这个叶子 帅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